嗨 各位 今天的影片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學廣東話的日常 就是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學廣東話的近況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我的intro應該要稍微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首先先就是介紹一下我今天的outfit 這是我昨天在UNIQLO買的一套睡衣 非常的舒服 在開始之前我想要跟性愛的朋友 稍微解釋一下為什麼我要學廣東話 然後背景是什麼 What's the story 對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我是在今年三四月的時候 搬到香港去工作 那我那個時候的廣東話其實是 完全聽不太明白 然後只會說非常非常簡單的廣東話 然後讀對我來說也很困難 後來因為工作的關係 一定會用到廣東話 所以才開始慢慢的在學習 不過就像你們也知道 就香港其實是一個很國際化的都市 所以我大部分都還是用中文跟英文在溝通 只是因為我個人對於語言是蠻感興趣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以一個沒有壓力的狀態 在學廣東話 然後我也沒有規定自己說 一定要就是學到什麼程度 沒有 對 大概這個back story 是這樣子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很有限的廣東話好了 但是你們不能笑我 因為我知道我的發音跟文法應該都 就是蠻有問題的 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Cynthia 好難不見 我現在在台灣 因為之前有少少私人的東西 所以我是台灣兩個月 現在完全 雞滾 不對那是台語 等一下我打電話問一下 我現在已經搞定賽了 還是已經搞定賽了 還是已經搞定賽了 啊 完全搞定賽這樣子 嗯 現在你們也完全搞定賽 所以 我週三要回香港怎麼講 我星期三回香港 我星期三回香港 對 好 謝謝你 I love you bye bye 哈哈 所以我星期三 啊 回香港啦 嗯 呀 好 事不宜遲 我們就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那我平常學廣東話 大概有分幾個方式 那其實就跟學各個語言一樣 就是多聽多用多看這樣 我最常使用的素材來源就是 YouTube 就是看影片 訓練我自己的聽力跟理解能力 第二個是看IG 那Instagram的話 我主要是看他們的寫字跟用語 因為很多東西跟台灣實在是很不一樣 所以 我就是要逼自己去看懂前因跟後果 這樣 第三個就是 像我剛剛這樣 就是有問題的時候 打給朋友 問他們怎麼講 對 在挑選頻道上面 我還是會挑我個人比較有興趣的東西 因為畢竟就是他如果是有趣的 我看起來會比較開心嘛 然後我可能會避免一些在地生活化的頻道 因為他們可能會用很多不同像 Slang或者是非正式的用法 然後那些我真的就是完全會聽不懂 我最常看的幾個 像是Mira 然後 Agnes Boris 肥蛙 然後Lizzy Daly 還有誰 以我剛剛舉的例子呢 我覺得Mira跟肥蛙 算是 在親歷上面比較容易的 因為他們講話算蠻清楚 然後又有字幕 Agnes算是終極 就是他有一些會跟朋友打鬧啊 那些我可能會有點就是 Git不太到 但是還行 然後Boris的呢 我覺得是最難的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他可能很生活化 然後會是一些 可能很非正式的用法或什麼的 所以我就把它當成是我的 中高級的難度這樣 對 我愛大家 然後在聽的過程中 如果我get到一個單字 我會先暫停 然後試著去發出那個音 可能發的不是很正確 可是我就會就是這樣子 來訓練我自己 好 Mira這影片是第一次去英國 我長途飛機上必帶什麼東西 欸我上機的話 你一定會有一個袋 可以和大家share一下我的袋 一個袋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機票 機票 加上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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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明顯 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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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不是很確認的袋 來載我的錢 載我的錢 真的要12個小時 12個小時 12個小時 睡多個小時 睡夠 睡 這麼多個小時 是很隨身的東西 這個就是 很隨 很隨 很隨身的東西 這個就是 吹氣 警針 因為其實我本來是想買的 吹氣 警針 已經一塊 但我覺得很不方便 因為 很不方便 現在我們在首爾 哈哈 我們來聊 後面那位先生 嗨 因為昨天我們 4點才睡 4點 4點才睡 4點才睡 因為我們都聊天 其實我們起床已經1點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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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什麼事啊 我們開始 什麼事啊 10分鐘 你剛才又拿我的東西 做回自己 你又做回自己 做回自己 做回自己 但我們裝扮完成了 是不是跟起床沒有什麼分別呢 起床沒有什麼分別呢 起床沒有什麼分別呢 成的 是不是跟起床沒有什麼分別呢 沒有 炭炭了很多東西 哈哈哈哈 不是那些東西都很美 衣服 衣服便宜一點 是因為它比較漂亮 整個那樣的酒味很像炸董 我都可以拉冰的 這一個咖啡 Agnes的真的比Mira還要難一點 廣東話真的一講快了 它的音就會有點黏在一起 然後我就會聽不懂 我本來就是 還覺得我現在廣東話都可以聽懂個 大概六七十percent 然後我剛看這支影片 如果我不看字幕的話 我感覺我自己只懂個三四十而已 好的 進階到Boris 進階到我們的中高級 他們最近出了一支 我覺得很好看的系列 叫做零剪接系列 這支影片有二十四分半 它就是一鏡到底兩個人講話 然後完全沒有字幕的 所以我覺得 這是可以練習廣東話的好機會 我現在來試著翻譯一下好了 你們可以在下面 就是留言告訴我我翻譯了對不對 先給你們看喔 這支影片是完全沒有字幕的 你看 好啦 你直擊我怎樣戴 好啦 你直擊我怎樣戴康 我可以教你怎樣戴康 其實沒有人想看你怎樣戴康 我可以看著髮鏡要戴康 你另一個人我就知道 你的手乾不乾淨啊 你很乾淨才可以 所以是Boris準備要戴隱形眼鏡 然後姊姊說沒有人要看你戴隱形眼鏡啦 然後是說 然後Boris講的那一句我沒有聽懂 然後姊姊說你的手有沒有乾淨 然後她說她洗好手了 這樣 其他我都蠻確定的 除了剛剛Boris還有一句我聽不懂之外 那那張床呢 就放到160cm以下的人 那全公司只有我160cm以下 所以全公司只有我 0cm是什麼東西啊 有什麼要舒緩一下 有什麼要跟觀眾說的 我想 我想 大家可能這一陣子都會很擔心 但我這一陣子 這幾... 對呀 你上次不是出了那一段 會很動嗎 對呀 然後我看到你Instagram 經常都post一些 都挺shade的東西 對呀 哦 我讀了我讀 因為我會看多些direct message 然後她就會 然後她就... 然後... 有些東西很sit啊 或者怎樣怎樣 就是... 你自己說... 對呀 這詞 就是... 他們會緊張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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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第一秒答的 就是我同學去女 蛤 那你... 什麼啊 我當時第一秒答的 就是我同學去女 我當時第一秒答的 就是我同學去女 嗯 這句我真的聽不懂 大家... 幫我 然後我... 我當時第一秒答的 就是我同學去女 嗯哼 那你... 為什麼呢 運去不答我 Instagram的話我主要是看 兩個專頁 一個是Fay的帳號 她常會發一些 很好笑的廣東話小話 雖然大部分的時候 我就是永遠都get不到 可是我每次看到她 我就覺得很好笑 我現在發一個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應該 背著老闆關刀出來 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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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這跳另外一個很好笑 老闆 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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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嚴肅一點的IG帳號就是立場新聞 剛開始我會關注他們主要是想知道說 活動會在哪裡舉行啊 然後現在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子 後來發現他會PO一些新聞類的影片 然後有時候如果沒有字幕的話 我也會就是當成時事新聞來聽 然後試著去聽懂他這樣子 他裡面的內容都政治性比較強一點 所以我就不播出來給大家聽 但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說 我會看這些新聞平台他們的新聞 一方面是瞭解時事 然後另一方面就是訓練我自己的聽理這樣子 然後因為像這樣子新聞的平台 他們下面的互動率都很高 所以我會從上面去猜他們在講什麼 但我必須老實說下面的comment其實有蠻多是 是有髒話這樣 所以我其實也學到了不少髒話呢 不知道這支影片剪出來會不會很無聊 但其實我是個很喜歡學語言的人 我說的學是把他學到我可以正常的跟人家溝通 然後可以看得懂這樣子 今天是星期天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星期三就要回香港啦 我今天買了機票 所以很期待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超級stretchy 對 本來是這樣子 但是我下支 OK 哈囉大家